嗨,我是飞鸟,三起龙二是名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儿,由于残酷的生活环境,使他养成了自私自利,为达目的不得手段的奸诈性格。 在13岁的时候,龙二逃离了孤儿院,开始涉足于黑暗世界,长期在黑市做军火的交易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龙二得到了黑社会干部樊景的看重。 樊景不仅将龙二收养为小弟,还将自己领悟的空手驯花格的树西树相传。 从小就无依无靠的龙二,也把樊景当作自己的亲大哥。 可以说,樊景是龙二唯一尊敬崇拜的人。 在龙二二十岁的时候,樊景被黑盆老大诬陷致死。 怒不可遏的龙二马上将诬陷樊景的罪魁过手进行虐杀。 之后,为了逃离组织的军杀,三起龙二逃到了香港的九龙城寨,在当地继续从事黑市的军火交易。 三起龙二初登场于《瑞郎传说三代》,作为游戏中的小boss,他的创作原型是电影《黑语》中的黑帮同物佐藤。 喜欢的食物则为马肉刺身。 为了夺取秦氏秘传书,龙二来到了南镇,并和秦氏兄弟进行合作,绑架了弗兰克的儿子。 要挟弗兰克与泰莉进行战斗。 之后在得知秘籍只能靠秦氏的血脉才能继承之后,三起龙二认为这件事对他没有什么利益可图。 于是他直接丢弃了秘传书,披上自己的大衣扬长而去。 另外在游戏中,三起龙二还经常被香港警察红福所追查, 并且红福还成功逮捕过三起龙二,不过狡猾的龙二总是能越狱。 在CBS龙二以春丽的特殊开场中,同为警察的红福也有客串,不过被龙二直接用蛇石所打跑。 到了拳皇系列,早在95日本队的背景中,你就能看到打酱油的三起龙二。 此后在SNK举行的读者投票中,龙二以超高的票数获得了在拳皇97的出场权。 于是,三起龙二以比利凯恩、布鲁玛丽组成了特别参赛队,在拳皇97正式登场。 在97中,使用恶人队来通关,就能解锁一张当时作为杂志封面图的隐藏彩蛋。 拳皇中,三起龙二变成了大蛇八阶级之一。 它对应的大蛇之力是幽暗封闭的暗之力,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未知力量。 但是,作为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利己主义者,龙二对复国大蛇完全没有兴趣。 即使遇到七家社等人,还有会疯狂地嘲笑对方。 在97中,能量的传递取决于后者对前者的好感度,而特立独行的龙二,就不会继承任何人的气。 他参赛的原因也是因为金钱被吉斯所雇佣。 在97的赛后,在比利向吉斯汇报情况时,失踪的三起龙二会突然杀到两人的面前,去索要自己的酬劳。 游戏中的龙二也是非常的嚣张和霸气,就连走路也是手插护兜一脸的脾气。 在开场,他会走到敌人面前进行挑衅,而龙二的踢杀无限连也让他成为了游戏镜的热门角色。 他的必杀技蛇屎会发出像蛇一样速度和力量的拳头,并选择上中下三段进行攻击。 三起龙二的左手往往都是插在裤兜里面,是因为他看到左手的时候会想起自己死去的大哥繁腿,从而暴走发狂,用最残忍的方式来捏杀敌人。 其必杀技断头抬,会把敌人按在地上疯狂的进行摩擦。 而MAX超必杀射杀,会根据连AC的次数打出四种不同的组合,在暗出12下以上,甚至能打出惊人的43点连击。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用刀子凶狠切割对手的这套,到了拳黄14,三起龙二更是会掏出广告牌,和超大的咸鱼狂甩对手一脸。 在03中,龙二与比利牙刀再次赌对参赛,赛后因为大蛇封印的减弱,暴躁的三起龙二会和比利展开一场大战。 此外,龙二在2000中也有作为援助来进行登场露脸。 在13中,也可以看到一张关于龙二的通缉悬赏令。 到了拳黄14,三起龙二作为DLC角色,终于再次回归拳黄系列。 以上就是本集的视频,感谢您的收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